一是大和塔乡房家湾村 他一家六口人住在破败的窑洞里 从小爱唱歌的他 从董事开始起 就觉得家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 因为从我既是起 我就觉得我们家有干不完的活 下课以后赶快回家吃饭 吃完饭以后 马上就要活干 洗完洗锅 洗完以后把我弟弟背上 送到我奶奶家 然后下来还要放羊 羊放出去牛放出去 然后才能上学 就是每天下午也是这样 然后晚上还要干很多很多的活 就是我和我姐我们都累得不行了 晚上就想睡觉嘛 然后我妈就说 哎呀你别睡觉 我跟你唱一首歌 然后就出肚子就唱歌 就出肚子 然后我们就不可睡了嘛 就那样 八十年代中期 陕西榆林市大和塔乡 冯家湾村的生活十分的贫困 王尔尼很小的时候 就特别的懂事 她经常和姐姐一起去打猪草 放牛 尽可能的做家务活 以减轻父母的负担 除了帮父母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王尔尼还特别喜欢唱歌 在她三四岁大的时候 就已经不知不觉 学会了几十首曲子 等到五六岁时 就经常去各村表演节目 为家里换一些柴米油盐 来贴补家用 在王尔尼上小学的时候 当时呢 要交尔尼和她姐姐两个人的学费 这可把尔尼的父母给筹坏了 因为在他们兜里 那几十块钱 根本不够交两个孩子的学费 父亲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儿女们 眉头已经舒展不开了 尔尼从来没有见过父母会如此焦急和无助 她懂事的晃着母亲的手说 妈 你别着急 以后 我来挣学费 那年 王尔尼利用暑假 出去唱歌 赚了些钱 把学费交了 上了学 然而王尔尼还有一个妹妹和弟 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日子虽然过得紧吧 但是总算是熬到小学毕业 可这就意味着父母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此时的弟弟妹妹也要上学 随之而来的就是以后要供四个孩子上大学 一家人的眉头都聚到了一起 让任何一个孩子选择辍学 父母都于心不忍 不善言辞 父亲以何种方式鼓励着二妮 所以他当时就不让我上这个学 不想让上 就我爸给做的思想工作 校长的一封信挽回辍学了他 心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然后我不知道咋回事 就脑子一下就站过那个玩了 然后我就去上学了 时过境迁谈起父亲 二妮为何泪流满面 我觉得爸爸特别特别的孤单 我看着她的背影 我每次都在书后面偷偷的流泪 记忆为您轻轻讲述 马尔妮的坎坎从音 那会儿我记得我姐在学校看了一张招生广告 说有一个异校要招生吗 我爸看了这个小姐以后 她就决定让我上异校 那会儿就开了一个会 就是说第一就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挺突出的 所以就说要朋友一下 但还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多了 就是说如果全都要上大学的话 确实也就是没钱工 然后就说也是就是等于是走一条捷径的路 就是说如果这有发展的话 她可以早点找到工作 可以早一点赚钱 可是当时王儿一毕竟只有13岁 这个决定并没有得到全家人的认可 当时不投意 把人家睡在衣裳里头 我一会儿学了后来过 而且还有一点当时就我们村里来了唱戏的 就特别苦 没有吃到 然后我妈就开始可怜 就老给他们送一些玉米土豆 就让他们吃 所以她当时就不让我上这个学 不想让上 所以我爸给做了四小鼓作 说透了我妈 你能唱你就最好唱 那点简单是吧 这是那一个字吗 是 13岁卡吧呢衣装烧 我借了付酒呢八国打 吃水不忘了挖酒肉 今天又唱必打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